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元旦 然後三連休的第一天 自從我九月環島之後 這是第二次來到雲山水 可惟四個月 那前方的中央山脈 你看上面有積雪 有積雪 可能不是下雪 就是這個 一些結霜啦 或者是 這也是雲山水 齁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看洛宇松 現在都影松都變色了 來的正是時候 九月的時候也有來這邊 有拍過照我就不拍了 他兩排都有 洛宇松 從 花蓮火車站起過來 喔 冷到爆 冷死了 那我現在要去 我現在要去那個夢幻湖 還有那個看洛宇松的地方 好冷 不過再冷也沒有比台北冷 那今天 一大早清晨的時候 搭那個 北花縣 花了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很快 很快就到華蓮 租摩托車 一路騎過來 前面就是夢幻湖 前面有人在跳舞啊 然後 我的右手邊 過這個橋就是湖了 上次 九月來的時候也有拍 那時候是一片綠油油的 現在是冬天 有熊的森林 現在要去的地方就是有熊的森林 他還有一個地方需要門票才可以進去 那地方我會進去 因為他的落雨松很漂亮 但夏天我沒進去的原因是因為夏天不好看 冬換湖來 哇那邊落雨松都紅了 就這裡 前方 很美 還有水面倒影 雖然現在是陰天多雲的天氣 沒有太陽 再看這邊 這邊就還好 不過可以看到身上 哇 都白一片白白的 一點一點白白的 所以 還沒有到很嚴重的雪 好現在我已經錄了三分四十秒 因為有團客 沒聽過了 有團客 最漂亮的就是有熊的森林那邊 這個是住宿 民宿 做的 哇 跟九業來的時候 景色完全不同 那時候所有的葉子都是綠的 現在都好啦 果然這個時候來是對的 3.8 錄了五分零九秒,有熊的森林 就這裏,這裏是最值得拍照 那我9月來的時候,沒有拍,是因為它 一片都是綠的,那路源要隔票 這也是秋天必來的景點 之前看人家在網路分享都不夠黃 我今天來終於算比較黃 到前面的咖啡廳買票 哇,那那個湖面真的是很漂亮 好,待會進去的時候 我會在拍第二部影片 我走了六分鐘 上次來是第一次來,所以 路不是很熟,那現在是已經熟門熟路 很多人這邊拍照,這是網美打卡的景點 這邊拍完再進另外一地方 前面右轉 就是上次拍那個 有瀑布的,它之前是石頭 現在做了木磚島 跳石路口,這隻跳石 廚師手背一張的 所以說它這邊,現在變成要買票 上次來是不用買票 好,先錄到這邊